字幕提供 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 山头那一带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故事 历史 但是就散落四周 没有人可以很完整地了解到 整个乡家的面貌 所以我们就想 为什么不用一个平台去追求它们 所以就有共产团队的出现 他们是一帮有心有力的年轻人 我们一起去十二条村收集故事 记录和整理 最后把故事全部放在村里故事的网站 realcommon.hk 大家除了可以按照不同的村分类了解之外 也可以按照种类 例如人与地 生命之兴 甚至是按照实用的 hashtag 根据自己的兴趣了解不同村的故事 很多村民经常说想多些人回来的村 尤其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邀请了共创团队 与村民及其他持份者一起去游戏 落地去实验 如今天我们在测试吉澳的实景游戏 我们这个实景游戏是关于吉澳的安隆清照 所以我们的故事主族都主要围绕安隆清照 其实他是在电话里玩的 有点像有点点点 再混合一些我们村民的互动的游戏 迷国人都会很主动去看一些历史书 或者吉澳的故事 所以想透过吉澳的安隆清照故事 去令到一些村二代或者新的年轻人 可以了解多些关于吉澳的故事 我们在村里找见 村外的人可能觉得香家只有历史 但我们询问过不同服育项目的负责人 村民和不同的在地机构 发现除了历史之外 其实村里面也有很多发生着 有趣的人同事 參加這個計劃後 我發現原來不同村莊都有不同的獨特性 譬如沙頭國慶春藥 其實每一條村都在做不同的事 而我們做這裏吉澳的話 我都會發現除了吉澳可能已經少了人住 但原來有很多不同都依然肯回來的村民回流 他們對吉澳仍然有這麼大的聯繫 所以令我覺得這裏都頗特別 我們亦會想未來到底是怎樣 我們都不肯定 例如可否持續更新村內的發生 甚至有更多互動一起去想像和共創未來 所以我們增設了活動的定期更新 亦都有最新活動的爆發 希望令更多人可以即時知道村內發生的事 網站都增設了翻譯 希望令海外長大的村民和外國人了解更多 除此之外我們都製作了Podcast和聲音導航 想透過互動的形式 有更多人的互動 實境的感受去吸引公眾了解這12條村 我們希望未來的鄉郊 可以有新生代回來居住 所以村內故事不單止是保育過去的歷史 我們更加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共創 想像一個更好的未來 我們可以看到 看到山安城民ー 我們可以看到山安城民 那頭的氣候 我們可以看到山安城民 我們看到山安城民 我們可以看到山安城民